My life 一直在等待 空荡的口袋 想在里面放一份奶 Why 总是被打败 真的好无奈 其实我实实在在 不管帅不帅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 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期待你曾经发现我的爱 好几个万 靠越紧越明白 不要走开 幸福的开始 就是放手去爱 Zither Harp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 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期待 期待你发现我的爱 无所不在 我自然的让这关怀 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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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的灵的方向 我一眼就看出来 是因为爱 我猜 你早已发现我的爱 满意 不要走开 不会再 幸福的开始 就是放手去爱 幸福的开始 就是放手去爱 你们的事情 我不反对了 你不要说 好好休息 你赶紧再说 好啊 我累了 你们借回去吧 回去吧 别我 没事了 去哪儿 都那么晚了还能去哪儿 你当然是回家了 好了啦 我知道今天呢 对你我都是个好日子 但是你现在一个人在理事 我真的很担心 我身边也会用力 快 这家里 你今天晚上 我们去世下海 我们去世下海 你从来就是一个有计划的人 以前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你做的决定再实测 我都支持你 那是因为我对你有信心 可是现在呢 我对你的信心没了 没了 我就不知道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我也只能这样做 爸 我又要重新开始了 不管可以倒流 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 然后幸福快乐 一起颤抖交换温柔 我看 重新开始 果然没有那么容易 还好每一次从零开始 都用你陪在我身边 谢谢你礼堂 你来干吗 我 那个我看你们新开张吗 肯定很辛苦 我给你买点吃的 我给你买点吃的 别别别 我可不敢收 万一里面再有什么迷药 回头把我们给卖了 你也不能一半子 就把人打死呀 浩然把股份 转给香南的时候 他真的不知道 是用来对付李氏的 这点我是可以证明的 行了 把璀璨转成定制 替程香南宣传品牌 替他设计新品 你是不是想说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巧合呀 你是不是 哑巴了 我告诉你 方思之前就是 太相信你们了 才走到现在这种地步 行 就算浩然 做了对不起付方思的事 并不代表 我也是这样的人嘛 那可不一定 你天天跟着野浩然在一起 他做什么你都不知道 如果你跟他 真的不是一类人的话 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别每次都学着 买号泡好吗 我是不是来了嘛 来不及了 尹浩然那是程香南 脸都不要了 你现在哪有什么用啊 要我看 尹浩然之前接近方思 就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就是个 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说什么呢 你就是这个太多什么 就当我们从来都没有认识过 小奈 浩然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你这是吗 稀客呀 拍宣传片 李老板心自盯啊 陈老板都亲自当模特了 我怎么敢不重视你 我身上之前眼熟吗 你看啊 这图纸放在傅方思那儿 这么多年都只是图纸 但是我这么快就穿在身上了 而且 身价百倍 我对蜜目全非的东西 一点兴趣也没有 是换人一心吧 我听说 方思能重新开工作室 你出了不少力啊 还要帮他开新门发布会呢 这是我们的事实 应该跟你有没关系吧 也对 没了堂皇还有李氏 李老板果然是身家丰厚啊 只不过不知道 如果你父亲知道 你这么大把哪把的花钱 他会怎么想 我爸亲戴非常支持 方思跟我在一起 婚礼的事他也松口了 我想我们应该快要结婚了吧 我们现在的合作关系 我应该要邀请你 不过为了怕破坏场面 我想还是算了吧 李氏跟MDSH 现在合作的新品即将上市 我应该还是 把新事放在公司上吧 李唐 你不用在我面前装得这么干定 我害了你爸爸害了你 现在你连堂皇都没有了 傅方思这么多年的努力 也都白费了 你应该恨不得我下十八层地狱吧 恨你 你现在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陈老板 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 我们现在除了合作的关系之外 你在我眼里真的什么都不是 我们还是抓紧时间 赶快拍样片吧 到时候超过时间可要加预算 公司可能不会负责 麻烦你帮他补装一下 谢谢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边的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情人最后难免回 把所有的温柔 红柔 一模这次 我们的经理由 恢复 由高官 新疑机会 去保护 每个月的人都会 来 来 刚才 我们是 日子 网易者 我 为了 方思以前多少苦你都扛过来了 我就不相信你现在要放弃 你都说了是为了方思了 他竟然选择了李棠 我还要坚持什么 是 你不需要坚持什么 因为你本来就不是那样的人 你做生意精明果断 甚至有的时候还不择手段 但是我绝对相信 你不会辜负一个有梦想 有诚意的人 你留下 到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 甚至赔上小奈 这都是命 我愿意 只要你不让我失望 喂 小楠 我马上过来 我愿意 恨你了 你现在在我眼里 什么都不是你了 这一次我不知怎么了 轻易的相信 当时的感觉 这第二次啊 时间 小楠 我来了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来 小心 进去坐一下 坐 犯人 唉 vendors 我昨天想想吧 不要喝 别喝了 就一会儿 我知道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我发誓 从今天开始 我绝对不会再骗你 我也不会再利用你啊 我只是想要一个 可以说说真心话的朋友 一个就好 你回国这么久 乔大森一定会想你 很担心 你不要跟我提他 我们俩之间的婚姻 就是一桩交易 他敢娶我 可以让我进董事会 只是为了排挤他的前妻而已 他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对 乔大森说了 他让我进董事会 做他的魁连 市场之后 还给我三百万 三百万 三百万就想把我给打发了 他带我是白痴嘛 但是 不久前 他突然查出来得了癌症 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 那是我改变我人生的最好事情 所以你就想办法 拿到了乔纳三的股份 借发展新品和李氏合作 收购堂皇融资上市 是吗 我回国前不久 他的手术失败了 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现在弹簧在我手里 恩爱想医生很快就可以 进葛上市了 我终于可以够我自己想过的生活了 你知道吗 你从来的你想要的 这是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凉有了 只要沿途风寂 有你陪我 就会 安心 ziel 中文字幕——YK 卡通 卡通 怎么这么急得就出院啊 嗯 带不住啊 想家了 事情也多 坐 也许这么多年 一切是我太偏执了 没事吧 这些都是你做的 我没收了那么多年 还给你 经过了一场生死呢 现在我明白 应该放下了 我现在了解 你跟他在一起 他不会变成第二个 苏英轩 那当然呢 你也不会变成第二个 李承睿 这样很好 我觉得 妈妈并不是不爱我 只是 可能家庭不是他的全部 你要他 只当一个家庭主妇 他又做不到 妈妈他想要一个 自由 更宽广的天空 你又不肯给 最后你们离婚 没有对错 可能就是不和吧 我跟方思 我爱他 他 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 不管是金钱 不管是感情 都是我心甘其面 就像他为了我 他也会付出一切 以前 以前 我总觉得他爱他的店 爱他的品牌 爱我还要多 他甚至可以为了他的店 不要 然后再为了那个破品牌 跑回来求我 以前我真的不知道 我在他心里面 但我现在终于懂 分析是他人生中 一个情感的寄托 我很恨我自己 为什么以前我从来不懂得 体会这些事情 然后他真的会欲慰我 他 愿意为了我放下他心里面 那么在乎 一直以来 他最放不下的东西 我发现我好难哭 我比六年轻还要难哭 因为你是个男人 应该保护好你爱的女人 总觉得你没有做到我 做一次 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人 那是负责的表现 幸福快乐 一起战斗交换 就像那时候你对公司的执着 能够体会那个心情的是他 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该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做 他却尽松做了这个决定 在那个时候 我发现我比以前还要爱他 爸 我真的不能没有他 怪我吗 怪我吗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中间阻止 其实我是想 保护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真是想要保护我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 好好 拿来换李氏虽然是一个 很不赚钱的决定 但我一定会努力把它赚回来 因为 我想要帮方思重新建立一个品牌 不只是为了成全他 而是我想要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一个中间 我那么不懂的事 会让你们难过 所以爸 我真的希望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误会他了 他真的跟很多很多女生不太一样 请他们来家里吃饭 好 请他们 你是说真的吗 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就这样 来 来 吃饭啊 明天 怎么那么突然啊 我不知道我妈有没有空啊 有空有空 明天有空我们一块去 有空 好了 那我跟我妈明天直接过去就行了 好了我知道了 拜拜 怎么了 紧张了 哎呀 放心吧 有你妈在 我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 妈 他爸爸身体一直不太好 有好面子 明天如果去了你 还没嫁过去呢就替人家说话 你这个没良心的死亚图 不是啦 那个你对他爸爸一直印象不太好 有时候你又有一点点得力不饶人 对吗 担心你妈不会说话 妈 放心吧我懂我懂 反正就是别发火 他说什么我都顺着他 对不对 你一开口就知道你想说话 我是怕你到时候太帮着我说话了 放心 你妈我是明理的人 该说的我说 不该说的我就不说 好吗 妈妈你最放了 来 爸爸 爸爸 之前我住院也麻烦两位了 本来想好好找个地方吃饭的 但是最近事情多 我不想再让媒体拿这些事情来做文章 辛苦你们跑一趟了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粤菜 希望你可以和你喂 喝 喝 一定喝 一定喝 我们还是狂动的 这次 这次 承湘南 拿李氏来要挟李堂 轻轻松松地把堂皇呢骗走了 我听说你的品牌也卖给他了 我听说你的品牌也卖给他了 但是 情况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你能说放就放吗 你不是最讲究坚持原则的吗 李董事长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就别怪我多嘴了 李堂把公司卖了 还不都为了你 我们方思能拦得住他吗 俗话说得好 伤在父母身 疼在儿女心 你躺的医院一动也不动 这李堂他能不冲动吗 他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还怪他 我知道 我们只是个普通家庭 是比不上你们家做大企业的 可是人心都是肉做的 你当初不喜欢我们方思 就是因为怕我们方思 贪图你们家财产 那我这个做妈的 我还担心我女儿 嫁来你们家被你儿子欺负呢 来来来 帮你吃 你这孩子 你还能说完呢 可能 是我表达的问题了 我听李堂说方思的品牌 是他跟他爸一起盗力的 所以我知道 他因为我的事 我心里过意不去 庆天母 庆 庆 庆天母 我 我刚才还以为 他们把公司卖了你心疼呢 真是对不起 对不起 我都是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不不不 你说得挺对的 今天我请你过来的 是顺便谈谈他们两个的事情 孩子高兴就好 我没什么意见 是啊是啊 另外呢 我的医生建议我的 要到美国去一下 去做康复的治疗 我后庭就走 爸 你怎么决定得这么突然啊 要不要我这阵子忙完我陪你去 你当爸老得离不开人了 你把公司和家里处理好 那我就开心的向幸福吧 方思啊 我把儿子交给你 是好是坏的都是你的选择 我只有一个要求 不要再离开他 伯父 您放心 你们领证还有结婚的 我都不一定在这儿 方思 现在就改口吧 爸 好 来 我记得你 来 来 方思来 妈 父方思的工作室 现在就是这样的规模 配合得倒是不错 刚做了第一笔买卖 就这点本事 还想东山再起啊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当然是 让他没有生意做的 到底哪套方案好呀 你们帮我看看吧 不是 八号呢 八号啊 不行不行 这个月方思他爸爸继续啊 犯冲的 我不知道啊 嗯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那下个月吧 下个月 好 你帮我看看你觉得哪套好啊 比较好 不用到妈妈了 不行啊 这个月有你爸爸生日也不行啊 是不是啊 我爸生日应该不会那么讲究吧 妈 妈 你觉得这套好不好 哎呀你自己决定好了 你别当光了 你现在 你们两个离我一下行不行啊 哎 我觉得六月不错 那就六月吧 六月 嗯 你看六月 六月 嫁去 齐福对不对 嫁去哦 这两天怎么样 不行 这两天都不行 太晚了 那你觉得哪天好啊 明天吧 明天 太快吧 你确定 对 而且所有的资料我都准备好了 我就说嘛 富方甜心什么时候这么恨嫁了 那我倒要考虑考虑了 你接什么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常常我 我不是跟你说 哎 好好好 那就明天 明天一早我就把兔子给您送过去 不好意思啊 新店开上第一单比较急 谢谢 谢谢 李唐 你刚刚说 你要考虑考虑啊 没有啊 妈 我有说吗 那婚期我们十年后再见吧 没有啊 妈 你刚有说话吗 我 傅方甜心 方思 不是你恨 娶是我 我恨你 就 傅方甜心 开门啦 都还没结婚你就生气 哈喽 喂 李唐吗 李唐吗 我是东石啊 你要的项链已经做好了 是呀 好 好 这些都是最新款 陈小姐 你可以慢慢调学啊 通灵的钻石切割工艺 果然是一流啊 这个是什么 这是通灵最新研发成功的 蓝色火焰系列 拿给我看看 不好意思啊 陈小姐 这款手势已经被李唐 我们私人定制了 昨天让你给我意见 你当我是透明 现在工作时间 你又把我穿出来 试什么手势 我很少带的 好 说我的行不行 平常不带手势 但婚礼的手势 总要带吧 还有 等一下我们试完手势 再去试婚纱 你脑子里除了别的 没有别的 就只有这样 水碎的事情 你不管没关系 那索色的事情 我来做 但是 你只要认真工作 还有不要逃不住 好吧 李先生 您要的手势已经定好了 陈总在里面等您 好 又见面了 李唐 李唐 我看你受的教训还不够 你们终于来了 刚才承香男在外面 我都不好意思出去 干吗这么神神秘秘的 这是李唐为你定制的 我们通灵珠宝 这首跨时代的产品 蓝色火焰钻石 蓝色火焰钻石 这里边像一块蓝色的火焰在燃烧 这样的开始太突然了 我甚至怀疑 我看到的你 是不是真实的 好美啊 你疼啊 你疼啊 这一次我不知在哪 你疼啊 接下来 哦 好美啊 我疼 upcoming 丟了 唐 我也在为你考虑 你没看到刚才 丞相男的那个样子 谁知道他以后 不晓什么手段 我听说他用Ruzy Clark 想把James PIN回国 James在夜那个 号召力是很大的 就一点都不担心 你看 丞相男把你的图 改成自己的 你都忍不住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气呢 丞相男这种人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对付他 你呀 只要把心定下来 好好打理你的工作室 还有啊 好好想想我婚礼的事 你真的都没有办法 只要你在我的身边 我什么都不怕 张总 合约非常完美 希望今年我们合作愉快 当然当然 能跟乔雷斯合作 是我们的荣幸啊 谢谢 来 接个电话 好 喂 什么事 哪家工作室 是 付房司 把订单取消 不要跟他们多啰嗦 以后像这种 不入流的工作室 不许再欠 就这样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张总你们公司 最近两年 发展得很快啊 快不得这么多人 想和你们合作啊 如果找我们合作的 都向你们求累去这种级别 那当然好啦 但是偏偏就是有 那么一些不自量力的小公司 找上门来 浪费时间 方思 怎么了 吞吞吐吐的 刚才张总的秘书来电话了 说要取消我们的订单 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取消 应该是嫌弃我们 没名气 没资历呗 我们手上的资金 现在还够撑多久 最乐观的话 三个月吧 不如先降一下 我们的工资好了 不行 我再想想办法吧 大家辛苦了 李总 这是 给你们大家吃的 还是李总最贴心 我去费给大家 你怎么来了 兔子画得怎么样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又还是要认真工作不是吗 有点没目了 那很好 不说我也知道 白手起家本来就很辛苦了 你还记不记得莫良华这个人 当然记得了 我记得他好像一直很欣赏你 搞不好这条路我们可以实现 那是以前了 现在唐花是陈湘南的 而且我的工作室 什么业绩也没有 他就算想帮我也是有幸福 那有什么问题 还有啊 我可以用李氏贷款给他 他也不辛苦 不行 李唐 不要再握握烦心了 你现在才刚刚进入李氏 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啊 不要再因我再出什么岔子好不好 既然工作室是我开的 我当然要负责一切了 而且你不是一直都想把我 推向目前吗 现在就是时候了 你呀不要在我面前死向我面前 那不要 可是你怎么 那个 奶茶都已经分完了 这是最后一杯方思的 谢谢 你们继续 继续什么 大家都看到了 我去工作了 臭小奶 你每次都这么会挑时间 进来 你下午不是还有个会吗 快走啦 你这么快就要赶我走 那 而且我要画图了 下班再说 拜拜 下班再来找你 李唐 这一次我不会再连累你 我一定会自己成绩这个工作室 我一定会自己成绩这个工作室 我 小楠 你怎么进来的 我 你的密码没换过 为什么又喝成这样 我今天下午去你的酒吧找你 你又不接我电话 我打了那么多 然后我就 喝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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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哎 这好有 好了 不要再喝了给我 坐过来 过来坐 我拿水给你喝 该痛苦的人不痛苦 该夸夸的人也不快 这个时间是怎么了啊 这个时间是怎么了啊 我都得要什么 妈 不要哭了 我到底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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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我听住呢 你怎么得随着 你醒了 要不要吃点什么 我不饿 对不起啊 昨天晚上爸站你的车 和你说这儿吧 谢谢你啊 谢谢你一直这么包容我 就好像 你才是我的亲人一样 我放过他们 才是对不起我刺激 我有急事跟你说 你先上车好吗 走 竟然敢绑架我 到底想干嘛呀 如果交不出像样的东西来 统统给我滚蛋 你有把我这个品牌总监放在眼里吗 不是找他沟通过了吗 条件随便开 他只要答应我的条件 拿了我的钱 做好他的事 不要再来干扰我就可以了 你这么早把股权给李唐 就是在自寻死路 我还没招呢 你怎么就顶不住啊 你说打死也不说的吗 走 走了很远才回我走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要怎么走 你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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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你的路口 你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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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走